OH SHIT OH SHIT 哈囉大家好我是Eason 這次歐斜的單元就是 我們越來越International了啦 看一下 猜一下我們現在在哪 看一下這個古色古香的建築 我們再走個幾步 你看 走個幾步 剛剛古色古香的建築 就立刻又變成了高樓大廈 有這麼奇妙的都市 沒錯這裡就是上海 只有上海才會有這種 又有很古色古香的建築 然後旁邊又是高樓大廈 對我們的歐斜這次就是來到上海 那我們這次歐斜要開箱 什麼呢先讓我賣個關子 在開箱之前 當然還是要先吃飽喝煮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去覓食 等一下回來再跟你說 我們開箱到底要開什麼 但我可以先給一個提示 跟魚人樂有關 Eason我們現在來到哪裡 小羊聖煎 聖煎包 我的聖煎包 趕來上海就是要吃聖煎包 而且我一定會吃這個小羊 超強 雖然說我已經吃過非常多次了 但我還是被燙到 真的很讚 聽說攝影師 視頻師第一次吃什麼 怎麼樣的 有點屌 它的皮非常脆 對 彎通沒有在騙人 我現在來特別點了牛肉湯 第一次喝 有沒有 哇 這個肉片 咖哩口味的 喝一口 就會怎樣 嗯 點生煎包就好了 對 來拍一篇 中國的麥當好跟台灣的麥當好有什麼不一樣 欸這個好球喔 現在是我來上海的第二天的早上 等一下呢 我們就要準備去與會場啦 那到底我們這一次準備的 來 來了 欸 嗨 這次這是活動的鞋款 不要緊張就不會長 OK 好 謝謝你 謝謝 好 待會見 我們來 謝謝囉 哇塞 說吵吵吵吵就到啊 這就是這一次我們 歐謝要來介紹的 提名鞋盤就是Timber跟Madens聯名 於文樂這次又跟Timber合作 所以我們等一下 就是要去會場 為大家介紹這雙鞋跟採訪於文樂 好 那我現在就要 鎖裝囉 OK 穿好啦 現在就換上這雙鞋 準備出發囉 中國新極飯店 我們Worldwide走起來啊 都是住這種五星的啊 哈哈 極致啊 梳油吧 簡單說就是梳油吧 就是比較好搭 然後 quality outcome 然後第三個就是舒適 第四個就是比較輕便 這幾個元素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有一些鞋子 尤其是鞋子 過去你們通過的鞋子應該就是比較偏重 所以我們這次在整個鞋的型態 能hold的地方我們就盡量做起 然後最重的鞋底 我們就調了Vidon裡面最輕的連款鞋底 其實三款的鞋底 都是Vidon裡面能找到最起 因為我們是拿舊的鞋環來重新再做 可是舊的那個年代 他沒有這個科技 沒有辦法做到的一切 可是現在我們有這個科技 我們就希望可以再考慮這些細節上來 因為剛剛在外面會有看到 Original的跟我們現在的鞋 完成的對比 照片來說重量 所以沒辦法 舒適度的各種的 必須真的你要親自來穿上的才能感覺 我是也很滿意啦 這次出來的結果 其實這一次是超越了我本身對他的期待 因為每一次都希望做得很好 這一次今天我蠻開心 是因為我看到某一些女生穿的蠻好看的 是有一些滿足感的 說實話我真的對女裝真的完全沒有面子 我覺得女裝很...女生是常常會換 換太陽 好像我跟女總是每一天啊 每一天都不一樣 他說他改變了 其實我也看不出來 他改變了 反正都不一樣你不懂 好我不懂 那我們的東西給他爽到一下 我也覺得很有滿足感 對 我妹妹吧 我妹妹很少會跟我拿東西 她自我要求也很少 我妹妹說這個東西也可以給我一手 她很少會主動跟我講 唉唷 不錯啊 可以啊 可以啊 有打動你啊 這一次 終於不是穿你自己平時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穿過以前的Tippland 不是說以前Tippland不好穿 是因為以前的Tippland的年代是很舊以前的 73年啊 更早的一些 他們當時年代的鞋就是這樣 我不會去批評他 年代不一樣就是會有不一樣的東西 可是這個年代2000年代我覺得 我會把收鞋做寬的很多 尤其是我們叫帆軒鞋 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這雙鞋 但我買不起 太貴了 那一雙鞋我後來又穿 其實它有一點點很尖 第一它會讓那個鞋子變齊 它有可能會那個腳趾的硬會出來 第二就是你肯定是有硬就是太在了 就是會讓你走得不舒服 所以把鞋子做得寬鬆一點 其實每一雙都不是 那鞋底再快一點 就是因為我喜歡Tippland 就算是Oversize 如果太Oversize鞋子太小 然後幣力又不太對 所以我們鞋底試了很多次 最後就選到現在這一個 就是輕度跟寬度都對 所以我其實誇最多時間 就是在鞋的舒適 其實很想開店 因為開店又很累 其實信物當中有兩個地方想開 再考慮 因為開店就是一下子好像結困一樣很吵 就想很清楚 你關店會很糗 所以我又不想關店 那其實我有考慮過台灣 也有考慮過日本 就蠻厲害的 那這兩個地方還在考慮 因為考慣相伴 其實台灣我有看過一次的 有的一些舊的建築 有很多 可是政府不讓我開 像湯那邊 有一些很多舊的屏房 就是我看了我喜歡的 就看不回去 我就看不到別的店 我就死了 我就覺得沒有 過不了我自己 我就不開了 最後終於要來到歐鞋的重點 剛剛聽完了余文樂 他以品牌主語人身份 為大家介紹這一次 Mandex跟Timberl的聯名 那接下來 我就要以消費者的身份 來為大家介紹這一次的聯名開箱 首先呢 他們其實在17年的時候 他們就合作過一次 推出了Type MD01 那這一次呢 當然就推出了Type MD02 那究竟01跟02 它沒有什麼差別呢 我們現在就來告訴你 這一個就是他們在第一次合作的時候的款式 那上面我們看到這一雙呢 就是這一次的02 其實他們都是以經典黃靴去做改變 首先第一個在型上面 02的桶是比01還要再高一點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最大的不同 是他們的底 01它用的是比較平的黃金大底 但是02它用的是比較接近 像是原本經典黃靴的這種鋸齒大底 所以其實02跟原型的經典黃靴是比較接近的 那除了黃金大底之外 當然不能少的就是GOTEX的材質 那這一次02也是一樣 在這個地方做了GOTEX的拼接 與第一雙不一樣的是 他們在顏色上面有做了一個區隔 第一雙是整個都是比較同色系的 那在第二雙就是有一個更深的藍色 跟均綠色做拼接 那另外最重要當然就是 它聯名的字在哪裡嘛 首先第一次的聯名 MANENIS聯名的字樣是在側邊 大家看到這個小藍標 但這一次呢 它是用一個白色布標的方式在這裡 這是他們比較不同的地方 那大家還會發現一個重點就是 前面其實有一個NAD的標誌 這個我們等一下最後再跟你解釋 為什麼是這樣子 這一次聯名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誠意 除了Type的MD0102的鞋型之外 這一次還推出了兩雙Timberland 是非常經典的鞋型 一個是Chaka 一個就是他們的帆船鞋 Chaka 它是這一次推出的三雙鞋款當中 唯一一雙是採用比較偏向是卡其色的配色 那鞋底也是平的 那我覺得Chaka的好處就是說 高筒靴其實對於亞洲人的這個 可能腿比較沒有外國人那麼長 所以你穿長靴的話比例常常會不好看 但是Chaka的話相對的 它就比較能修飾腿型 那一樣的呢 它就是在這邊會有一個MADENIS的小步標 這個是它唯一的卡其色 所以如果你是對比例非常在意的話 你可以選擇這一次的Chaka鞋型 第三雙就是這個帆船鞋 它也是聽聞相當有名的一個鞋型 它跟這個Type MD-02的配色是接近的 但是它整雙都是用深藍色 然後呢它有加一些白色的布邊 我覺得看起來非常的舒服 在配色上非常舒服 比起靴子的話 你帆船鞋自然是在穿脫上面啊 或者是出門搭配都是更加方便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比較喜歡穿了就出門的 我覺得你就可以選擇這雙帆船鞋 那我剛剛最一開始前面也講到 這三款鞋層面都有出現 所謂NAD的字樣 你還記得上一次 他們彼此在聯名的時候 推出的Type MD-01的時候 除了有聯名款之外 其實也有一般的主線市售款 但是一般的主線市售款 並不是跟MADENIS聯名的 只是這個鞋型 是魚人樂他們所設計的 但這次不一樣的是 除了這三款的限量版以外 他們連主線販售的鞋款 也是跟MADENIS聯名的 那主線跟限量版呢 他們最大的差異 除了配色的不同之外 在這個限量版上面 有出現了這個所謂NAD的字樣 在前面 三雙的鞋頭上面都有NAD 那NAD就是MADENIS的前面三個字母 那你看到他的A 是有一個箭頭的樣子 那這個箭頭其實是 英國軍隊代表他們海陸空英國軍隊的一個標誌 那其實也符合魚人樂他一直說的 他覺得鞋子就是要穿起來舒服 要出門走一整天 這個標誌就是一紙 他是可以穿上一整天的意思 這是限量系列跟主線系列最大的差別 那當然啦 如果你比較喜歡不一樣的顏色 你也可以選擇主線系列的鞋款 那主線系列一樣 他該有的黃金大底 他該有的GOTEX 這些他們都有 只是說他們配色比較不一樣 然後MADENIS顯示的方式也不太一樣 主線系列其實他也是一樣 他是一個限量的方式 只是說這三個款式是更加特別的 這次他們以Operation為主題去做的設計呢 他們一共 簡單來說他們一共推出了九雙鞋款 包括了經典黃靴的款式 還有Chaka還有帆船鞋等等 總共九雙 所以這一次算是真的非常有誠意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這次的聯名的話 在台灣的Timber跟Invincible都會販售 那詳情就是請上他們的官網去查詢啦 這次O鞋就到這邊 喜歡這個節目 請訂閱並留言分享讓我們知道喔 O鞋下次見 拜拜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宇文樂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潮流資訊的話 就要留意COOSTYLE潮流生活網路